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肠胃最容易产生问题就是不适应 所以不要吃陌生的食物 第二个穿新鞋 为了让跑步达到效果最好 所以刻意去买了一双新鞋 你知道吗 如果你的鞋没有穿超过50公里 不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第三个看别人的表现 比赛一开始 看队伍潮水一般出去 一下子激动了 跟着别人就走了 注意赛前制定的计划 按照自己的配速来 不要跟着别人跑了 第四个学别人热身 你看前面专业的黑人运动员 哇那幅度可大了 啪啪一个皮擦到底 不要学的 你是唯一的 你的动作的幅度 你自己来控制 不要受伤 站错队伍 什么意思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马拉松分区 A区 B区 C区 去你应该去的区域 因为我们是按照速度来进行划区的 你如果站在A区跑得又慢 就很容易出问题 衣物准备不足 你永远不可能预测 明天天气到底会怎样 所以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般来讲 我都会在参赛包里放一件羽绒服 跑完马上裹上 保证体温你才能够跑得更好 最后一件容易做错的事情 叫找借口 出发之前 不要找任何的借口 去做最好的自己 因为你一旦有了借口 你就很容易放弃 你说是吗 欢迎关注微博 无动说跑步 祝你跑得更好